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么我们再做后面的这些地方呢 现在我们先把主线的线条都要加深一点 然后呢等一下我们再把这一个后面的这个线条啊 这里面的主线呢再加上去 要不要两边颜色的色度有点不一样 对吧 在客人的左边的这种眉毛呢 它比较多 右边的眉毛呢会比较少 所以的话呢 我们把右边的这边的眉毛呢 我们这边的眉毛呢 要稍微的颜色度再给它加深一点点 线条可能相对来说会多一些啊 就是我做的这边的眉毛呢 线条会稍微多一些 好往里面再来 去做 先把整体的大框架给做完 大框架做完了以后 然后呢我们在里面再增加一些细节 就这么一笔颜色就出来了 没有 就是一笔的颜色 就摔了 而且这种颜色出来的时候 它是不会有一点蕴色的那种现象 咱们用的是电流仪 咱们用的是电流仪 那么我们这款电流仪呢 它是一个面接式的电流仪 好 再把毛巾地刻画出来啊 先把眉尾的地方给做好 眉尾的地方做好了以后呢 咱们再往眉头的地方去延伸 看这个眉毛的地方其实就已经完成了 好 这里看可以建立绒毛 对吧 一笔下来 需要坐那边点哪里啊 眉头就这样子画 哎唐瓦 来 咱们再往眉尾的地方 有时候你鼻子不好你就多多几笔 你看这个弧度啊 因为眉头之间是有弧度的 所以咱们多多多换两笔就好了 把颜色这个线条是不是很凝浅 这就是颗粒线知道吗 颗粒线就是这么浅的 这里是有拐弯是吧 拐弯的话你不要一笔画过来 拐弯你要分两笔到三笔画 咱们在纸上画的时候 也要分两笔到三笔画呀 对不对 不要说在人脸上了 先直在糊对吧 来到上面是糊的 然后咱们往上面的话 皮肤绷好绷紧一下 往上面刮点糊线 先把这个印子做出来 是吧 我眉头这里画的会比较柔一些 做完你都不会啪啪再做深了 你看 做完之后是不是颜色 从浅浅的这种颜色出来了 对不对 对 这个浅浅上去是一个颗粒 它就不会深 来 是不是 慢一点点 不要太快 你看我们还可以来回走 你看到没有 来回来去画 是吧 它颜色也很好 它也不会是吧 晕开 来 来看一下线条 看到没有 是吧 来看一下线条 来看一下 吸不吸 是吧 这种颗粒线的感觉 是不是很好 这个地方的颜色 还在深一点点 颗粒线其实的话 我跟你讲 它的皮损是最小 油色是最好的 有没有听下这个声音 对吧 它就跟缝纫机一样 是点进去的线 知道不 点进去的线的话 它颜色是最实的 它没有皮损 皮损越小 知道不 牛色会越好的 皮损大了以后 它是不牛色的 所以你看到 以前的话 你们做的颜色特别深 但是为什么 后续恢复好了以后 它这个颜色的话 它没有颜色 就是因为它皮损太大了 就对着这个线上面去描 描线是不是浅浅的 做了一根线出来了 然后我们在这边描一遍 再浅浅再把它描一遍 注意角度 我们的Z要有我们的这个操作面 要产生一个垂直面 看是不是 这是一个斜角度吧 所以我们的Z四像这样的方 你不能这样的地方 对不对 这样你看一遍的颜色就出来了 是吧 先把主线给做出来 主线做出来以后 咱们把这个里面的颜色 再去给它加点什么 加点腐线 腐线咱们走一遍就够了 因为没走这个地方 出来以后 恢复好以后 它就是一种雾的感觉 这边操作的时候就更好操作了 这边操作就更好操作了 因为你绷皮好绷 支撑点好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